嘿 大家好 欢迎来到Yoon House 我是小云 我拍很多视频都还没专专专专专的自我介绍 所以呢 今天要让大家知道我的名字 我叫小云 So 我今天呢 要录这个视频的原因就是 跟大家分享我今天 戴了这个隐形牙套 隐形牙套的第五天 如果没有看我那个 之前的那个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看我那个视频 它是Part 2 所以这个视频是Part 3 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这几天戴的感触 第一个问题就是 拔完牙过后戴牙套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跟平时我们没有戴牙套的时候 感觉 嗯 它的感觉就是 我戴的第一天到第三天吧 第一天到第三天 我的感觉是很明显的那个 推到我们呃 理想的牙齿位置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 我发觉 拔完牙当天 戴牙套 过后的十天 因为你戴第一套呢 就会戴十天嘛 会比较辛苦 为什么 为什么 是因为 你戴这个 就是你拔牙过后啊 就是当天 因为那天我是十天拔牙 然后我两点 这样就开始戴牙套 就是五个小时过后 那我戴这个牙套过后呢 一定我晚上吃完晚餐 把隐形牙套拿出来 然后去吃饭刷了牙 要戴回去的时候 有一股很 很丑的血腥味 就会在你的牙套上 所以呃 我已经用尽办法 就是把说 用我的漱口水啊 放在上面 然后我或者是 再去用牙刷 这样刷一下 还是怎样的 都无法把那个腥味洗掉 所以是真的是很辛苦 戴得很辛苦 当然如果你没有去闻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我这人呢 就是喜欢 因为你放在嘴巴里面 你就会觉得说 哎这个东西你是需要 觉得说哎干净 然后你才把它放进去 嗯 就是你洗人 没有味道 就等于干净啊 对不对 可是这个呢 就是我用 用了很多的方式 就是 呃 洗不掉那个腥味 所以呢 隐形牙套的前十天 会比较辛苦 是因为 这个 你的隐形牙套 有沾到血嘛 因为你把牙口去直接带啊 呃 所以 会 会 呃 有那个臭臭的血行为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呃 我的牙齿 你看 这个是我 呃 这是我下面的牙齿 你看它的形状 它的形状是 没有标准的U shape 这是我下面的牙齿哦 这是我现在带的牙套 呃 的隐形牙套 那么之前是长什么样子呢 这不方便给你看 因为它很丑嘛 因为拔牙构就很丑 之前我下面的牙齿哦 这个是我下面的牙齿 它这边长了一颗 OK 然后这边长了一颗 就是左右而各有一颗 所以说 就是说 我这边两边都有一颗牙齿 所以呢 导致到我吃东西很多时候都会卡住在这边 所以这个呢 很厉害的就是它 它以前到就是说 把你这个牙齿拿掉的时候 你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科技真的是好发达 超超赞的 这个就是我下面的牙齿咯 只是要矫正吧 不需要拉去后面 然后呢 嗯 再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上面的牙齿 你看 我上面的牙齿哦 嗯 好不平均 这个就是特别往里面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门牙 然后呢 它的U-SHIT 就是不顺嘛 你看这边还有凸进来 因为那时候就是太多牙齿嘛 所以它就帮我拔了两颗牙 上面的哦 上面的两颗牙 它拔哪两颗呢 它就拔我这颗 OK 然后再拔我这颗 就是 从这边数起第三颗啦 一二三 就是这两颗呢 都已经拔掉了 然后我就带这个 我带这个的时候 这两颗牙齿都不在嘛 然后就有伤口 有血啊 所以就有血腥味 血腥味真的超重的 这受不了 然后呢 要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是我上面的牙齿哦 然后这个我下面的牙齿 你看放在一起对比 放在一起对比的话 你看 上面的就会 就是超越下面的牙齿嘛 所以中间那颗牙齿是必须要拔掉的 好 把它两个平均起来 然后那个形状就看得比较漂亮 OK 然后呢 吃东西方面的话 嗯 吃东西方面 就 就不方便了 我恨不得把它一直掏在牙齿上面 然后就不吃 你知道 因为这是第一个月哦 第一个月我是还没有绑那个绳子的 因为我前面牙齿比较突嘛 在我之前的视频已经说过了 比较突 然后呢 需要那个绳子来把前面的牙齿 啊 稍微移 移后 稍微移后 所以移后过后就跟下面的就比较 平均 因为现在这是我的第一个月哦 所以我还没有绑那个绳子嘛 所以下一个月就是第二个月起 我就会开始绑那个绳子 就觉得超级不方便的 我可能呢 不懂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我这个吃方面的问题 愿意这样脱下来吃东西真的好麻烦呢 可是没有办法 隐形牙套的原因之一就是 吃 就是让我吃东西比较安心 刷牙的时候也比较安心 不需要转左啊 有的眉那种角落刷啊 真的比较浮 比较方便啊 如果要这样比较的话 好 我现在就戴上去 ok 戴好了 所以有人说呢就是 呃 要怎么知道你是戴到不好呢 戴到不好就是会啊 在这些牙齿下眼的位置啊 会有很多空位 所以你要用那个青色的球衣 就像我之前有在我之前的食品秀的 就吃一些比较简单的食物啊 就好像你生病的时候会吃的食物 比方说吃粥啊 吃粥啊 吃一些面类 可是又不复杂的食物 因为有些食物呢 它有很多材料嘛 所以它有很多小小粒的 呃材料啊 食材啊什么的 所以我都会选一些比较简单的食物 比较清淡又简单的食物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有什么疑问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哦 然后我会尽快回答你们的问题 然后有兴趣引用FITLINE的朋友们 也是可以私讯我哦 好啦 嗯 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 entste视频